来到湖南长沙近半个月 吕欣宇每天都跟着导师 在湖南卫视节目制作中心 北区的机房内工作 虽然很忙碌 但却收获忙忙 每天上班时间大概就是九点半 就是尽量我会希望自己 身为实习生要早点到公司来看 有没有老师需要我帮忙做些什么事情 那下班时间我本身是跟我的导师一起 那导师他平常其实蛮忙的 所以有时候可能会十一点啊 十二点下班这样 那我自己其实是还蛮享受这样的状态 因为自己没有工作过 就是等于说是从学校大二嘛 就直接出来实习 所以其实这样的体验对于我来说 是蛮新鲜的 就是觉得说 我可以在这样的过程中去学习 到很多在学校学习不到的事情 吕欣宇来自台湾政治大学 是该校传播学院新闻系的一名大二学生 七月初 第五届爱在芒果台湾高校新闻传播专业学生 暑期来乡实习交流活动在湖南长沙启动 来自台湾45所高校的50名学生 在湖南广播电视台旗下的湖南卫视 和芒果TV等单位 将进行近一个月的实习交流 吕欣宇就是其中的一名实习生 自己从小就爱看湖南台的节目 所以就立定志向 长大一定要吃芒果台看一下 他们到底在做什么事情 所以就同时在学习过程中 就要培养自己这方面的一些能力 才能最后得到这样的机会 吕欣宇告诉记者 包括他在内的50名实习生 是从台湾45所高校 一千余名报名者中 悬拔出来的 他也十分珍惜 这次来之不易的机会 此方 湖南广播电视台 为他们提供的实习岗位 包括电视编导 记者编辑 广播传媒 新媒体运营等 内容包括拓展训练 节目策划录制 电视编辑的处于自己的兴趣 他选择了后期剪辑的岗位 一般室内会偏暖一点点 然后主要是还有一个 就是在人让它白的同时 一定记得偏红一点点 让他的嘴唇有一点血色 这样会比较好一些 两个中间最好就是一个音效断掉 一个音效断掉 这样是比较自然的一个处理方式 在导师一对一的带领下 吕欣宇很快就杀手 作品也受到了导师的认可 一个人的既定印象 可能比较舒直 他们就会有不一样的一个 思考的方式说 为什么不问他这个问题呢 我们想说 这个问题还挺新鲜的 视频的剪辑会较一点点 然后我们宣传组 对于节目的一些宣传的手段 和方法会较一些 主要是这样 然后棚内的录制 还有节目的剪辑 都会进行观摩学习 只要能交流到的地方 都会尽量地学习一下 非常地大开眼界 就是之前看到的 你只会看到的是节目它本身 可是你来了之后才会发现说 一档节目它可以做得很好 并不是只有几个原因 它可能背后有非常非常多人在努力 然后背后也有很严谨的制作过程 所以即使我们在这里只是小螺丝钉 但我相信如果我们继续努力下去 还是可以有一定的影响力 吕欣欲深知 在学习的道路上 她和其他实习生一样任重道远 但无论是欢乐或者悲伤 这段经历也成为了 他们成长收获的累积 他们也会提出很多 他们的想法跟我们的想法 进行互相的碰撞 那我觉得这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 就是我们都提出自己 对于事情不同的观点 那进行一些交流 在这里实习可以得到很多的东西 如果有机会的话 会希望继续在这里工作